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的新增病例在创新高突破3000起 柔活最多超过1000起 今天新增8起死亡病例 国安会和首相办公室分别搏斥两项假消息 卫生总监强调有关行管病的消息 必须以国安会的宣布为准 截至4号250万名公积金会员申请第一户头提款获得批准 第一阶段的款项已经在昨天开始发放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的新增病例突破3000起 达3027起 今天柔活最多达1103起 雪兰额706起 沙巴493起 沙巴493起 吉隆坡316起 今天新增8起死亡病例 同时新增9个感染群 其中3个感染群和职场有关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我国新增3027起确诊病例 有6起输入病例 其余的3021起都是本土病例 卫生部指出 今天新增的病例中 柔佛新增最多1103起 雪兰额706起 沙巴493起 吉隆坡316起 槟城111起 吉兰丹66起 森美兰63起 霹雳59起 吉达30起 彭亨25起 布城17起 沙拉月14起 马六甲11起 登加楼10起 纳敏3起 玻璃市没有新增病例 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 累积确诊病例达到 128465起 今天新增8起死亡病例 累积的死亡病例达到 521起 卫生部指出 单日全域出院的患者 达到2145人 目前累积康复 出院的人数有 102723人 今天的活跃病例达到 25221起 其中142人在江湖病房 接受治疗 63个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昨天卫生总监 Dansirin Nohicham 主持汇报会之后 行动管制令2.0的消息 就开始在社交媒体流传开来 随后更有消息指出 首相Dansirin Nohicham 将会在明天下午4点 进行重要的宣布 对此国安会和首相办公室 都分别驳斥这两项假消息 卫生总监也强调 有关行管令的消息 都必须以国家安全理事会的 宣布为准 我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在管制措施放宽以后 屡创单日新高 许多人都担心 政府会不会重新启动 严格的管制令 来遏制疫情的传播 Nohicham昨天也在汇报会上指出 我国的医疗体系 已经面对压力 并且达到了极限 他说 目前能够做的不仅仅是 改善我国的医疗体系 更重要的是减少目前的活跃兵力 国家安全理事会昨天已经驳斥 有关行管令2.0的假消息 不过民众跨州跨线的活动 已经触发了五个感染群 有消息指出 槟城 雪龙 沙巴 马六甲 和柔佛等地区 将会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 对此 国防部高级部长 Data Street Ismail Sabri表示 政府目前还在探讨 跨州的风险 并没有透露任何有关 恢复行管令的消息 另外 首相Data Street Muhyiddin 明天四点并没有重要的宣布 民众受阻不要随意流传 未经证实的假消息 云顶世界今天发文告证实 数名云顶食堂员工 经过新冠快速检测试剂后 出现阳性确诊结果 因此 所有曾经在之前 到过食堂用餐的云顶职员 已经被安排分开住宿 并且进行自我隔离 云顶世界在官方网站上载文告指 他们已经把检测结果 呈报给大马卫生部 也会继续与相关单位合作 来共同防疫 文告补充 云顶世界会针对食堂 还有员工食堂的地点 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消毒工作 该食堂为员工食堂 因此先前都只开放给职员 不向公众开放 至于度假村则依然照旧对外开放 但会继续遵循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以保障云顶世界 所有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我国的新冠肺炎持续四位数的增长 政府会不会重新启动 严格的管制令 来遏制疫情的传播 奈医上昨天也在汇报会上指出 我国的医疗体系 已经面对压力 并且达到了极限 他说 目前能够做的不仅仅是 改善我国的医疗体系 截至今天下午四点 柔佛的灾情继续好转 灾民人数减少到2260人 但是吉兰丹的水灾恶化 灾民人数增加到将近6000人 彭亨州的水灾灾情依旧严重 灾民人数达23000多人 国家元首苏丹阿布图拉 今天乘搭皇家空军的直升机 巡视当地的水灾灾情 同时也亲自到灾区 把物资移交给灾民 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国家王公发文告指出 陛下早上9点 在关丹皇家空军基地 乘坐EC725直升机 出发巡视灾情 陛下随后着陆在瓜拉利碑 并前往克利福国小和利碑 中华小学的临时疏散中心 探望灾民 把物资移交给灾民 减轻他们的负担 陛下随后乘坐直升机 前往淡马鲁 巡视文德甲国中 及淡马鲁市议会礼堂的 临时疏散中心 文告指出 克利福国小收容了95个灾民 立碑中华小学收容了192个灾民 文德甲国中收容了136个灾民 淡马鲁市议会礼堂 则收容了114个灾民 国家元首是在5号开始 从国家王公出发 随后一连多天 走访彭亨州多个地区探望灾民 陛下促请全国人民为灾民祈祷 希望遭遇水灾的州属和灾民 可以早日脱离困境 而在柔佛州 丰盛港的积水还没有完全退去 昨天晚上又下起连绵好雨 令到当地的居民担心发生第二波水灾 昨晚的降雨 令到丰盛港面临第二波水灾来袭的威胁 丰盛港县长 穆罕马尔西表示 警方 萧整局 以及民防部队人员已经做好准备 以应对昨晚下起的降雨 给丰盛港带来第二波水灾的威胁 他透露 基于洪水退去 有四个零食疏散中心已经关闭 目前丰盛港还有四个零食疏散中心 还在投入运作 而这四个零食疏散中心 分别开设在班达恩道国小 布萨阿耶达瓦国小 拉邦国小 以及丰盛港理工学院 穆罕马尔西还说 自上个星期六爆发水灾以来 丰盛港已经有五个原住民部落 受影响失去联系 包括干邦别大 干邦不难 干邦丹阿邦 干邦德沃沃 以及干邦丹中段 共1610人 他们分别来自412户家庭 下来还有彭亨州的水灾消息 尽管联增市区的水位已经完全退去 但是东海岸大道 淡马鲁前往联增的方向 因为部分的路段依然有积水 因此车辆还是无法正常通行 巴拉吉赖消整区局长 马马里赛表示 搜救队伍是在下午2点15分时 在距离死者遗物的9公里处 发现死者的遗体 目前死者的遗体已经交由警方 采取下一步行动 大马路往联增方向 第113到115公里处的双向道路 因为存有积水 因此全面关闭 此外 联增往加勒路段 第84.6到84.7公里处 往关丹的方向 同样因为积水还没退去 所以无法通车 不过 联增通往吉隆坡的方向 则是已经在5号驻开放让车辆 恢复通行 该公司呼吁大道使用者 假如需要通往暂时关闭的路段 不必要暂割行程 并且受处留意交通汇报 如有疑问 可以致电彭亨工程局 以查询交替路线 吉兰丹一名27岁的乌翼青年 日前在瀑布区意外失踪 然而经过4天的搜救之后 最终发现青年的踪迹 但是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 刮拉吉赖消整局局长 马马里赚表示 搜救队伍是在下午2点15分时 在距离死者遗物的9公里处 发现死者的遗体 目前死者的遗体 已经交由警方采取下一步行动 他表示 在这次的行动中 当局一共出动了51名人员 包括消整人员 警方 搜救犬 民防部队和民众展开搜救 据了解 死者是在上个星期五 前往 干凤拉德格勒的瀑布区后失踪 雪兰额水部管理公司宣布 为了进行水管更新工程 雪兰额36个地区将从这个月12号开始 面临水公中断的问题 有关地区的水公 预计会在本月14号早上9点过后 陆续恢复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表示 当局将在下个星期二早上9点 在沙岸南15区进行新水管接驳工作 为了尽快完成有关工作 雪州部分地区的水供将受影响 其中包括沙岸南22个地区 巴达林10个地区 以及巴生4个地区 受影响地区的水供恢复时间将不同 要是当地的距离水压情况而定 受影响的民众受粗 储存足够的用水 感谢观看 教育部正在研究取消小六检定考试 UPSR评估制度的可行性 同时也会探讨合适的替代方案 稍后有详细报道 请别走开 我喜欢你调皮的样子 我想听你的心声 我希望你能活得再久一点 我会为你留下最美的倩影 若到了告别的那天 那些曾经相伴的日子 是你给我最好的礼物 受到疫情的影响 早前雇员工基金局开放给会员申请第一户头的IC纳提款计划 截至这个月4号 一共有250万名会员受贿 当局也在昨天开始发放第一阶段的款项 雇员工基金局表示 当局所批准发放的存款金额 高达196亿2000万令吉 其中的100亿7000万令吉 已经在昨天开始发放 目前当局一共接获388万份的提款申请 其中有140万份的申请邮待审批 他们多数是属于第二组的申请资格 也就是总收入减少30%的民众 雇员工基金局也促请他们 准备好薪水单证明 以及银行账户等相关文件 等待当局的指示 再上载到IC纳网站 另外一共有701份不符合资格的申请 被工基金局拒绝 原因包括银行户口不符 以及代表已故的会员提出申请等等 民众也说错 不要随意将自己在IC纳申请的照片和文件 分享给其他人 以免掉进不法分子和诈骗集团的圈套 在疫情的影响下 国内许多教育计划被迫停摆 对此教育部副部长达斗马汉顺表示 教育部正在研究取消小六简定考试UPSR评估制度的可行性 同时也会探讨合适的替代方案 以此应对疫情实践教育改革 马汉顺今天在红浩之志 不忘初心特级推荐里上 以预录视频方式发表讲话 他表示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使得许多教育计划停摆 不过却给教育的改革创新带来新的篇章 尤其废除考试就是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的里程碑 在疫情期间 教育部当机立断取消了去年的小六UPSR和中三PT3考试 不仅是应对疫情的需要 也是教育改革的一个机遇 此前 教育部废除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考试就是第一步 他认为 国人不应该停留在过去分数大于一切的旧有观念 应该改变短浅的眼光 放眼让学省有更多元化和整体性的发展 而教育改革必须发展以人为本的教育 教师应该关注学省个性化的学习过程 引导他们在学海里保持好奇心 不断学习 找到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 他说 学会如何学习是这一代孩子必须掌握的技能 因为这是将来接轨国际 面对人工技能时代 以及提升竞争力的根本 他促请社会各阶层人士 全力配合与支持教育改革的每个环节 为国家培养一流人才 前首相德须纳吉一马公司滥权和洗钱案 今天续审 高庭法官严厉警告纳吉不要在脸书上攻击证人和国行前总裁单税在地 否则将会对他采取法律行动 纳吉一马公司案的控方在5号续审的时候挑起纳吉在脸书攻击证人的事件 并要求法官向纳吉发出警告 主控官指出纳吉在去年12月29号开始在脸书发贴文 内容看似自变行为实际上是对案件的其中一名证人 也就是ZD展开攻击 纳吉的贴文指出 ZD从2000年开始担任国行总裁 在第14届全国大选之后 曾经发布声明否认知道有关他的银行户头资金事宜 当中包括26亿令吉资金 然而去年12月28号 一家网媒刊登一篇文章 出示文件指控ZD的家人 曾经从刘特佐收取来自一马公司的资金 对此纳吉要求ZD回应 控方认为纳吉在明知ZD是这起案件的证人 还在脸书发文攻击ZD的可信度 意图在ZD还没有出庭共证之前 表达ZD不是一名可信的证人 承审法官Colin Lawrence 在聆听控辩双方的陈词后 认为纳吉在脸书上的贴文 有构成攻击证人的情况 因此向纳吉发出警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国会大楼外发生暴力冲突 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 52人被捕 华盛顿颁复紧急状态持续15天 中国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扬言美国将付出沉重代降 稍后一起掌握海外的消息 请别走开 JEVE 这三w其实是一个叮咛 一个体型 就是告诉大家这三个w 第一个就是w就是要戴口罩 第二个就是你要洗腦 第二个就是洗腦 而第三个就是警告 就是当你有感到身体不舒服 或者有咳嗽上风感冒发烧 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 欢迎回来 新加坡今天新增33起确诊病例 有31起是境外输入病例 两起是本土病例 目前新加坡的累计确诊病例达 58,813起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初步统计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当地新增33起病例 其中31起是境外输入病例 今天新增两起社区病例 没有新增客工宿舍感染病例 今天新增的31起输入病例 都是一路进旧旅行居家通知 当中包括7名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以及12名外籍女佣 新加坡的康复出院人数 累计58,541人 累计死亡人数29人 新加坡当局也正在搜集新病例的详情 并将在今晚持些时候提供更多细节 英国的疫情持续恶化 昨天单日确诊病例新增超过6万起 这已经是连续两天突破6万起病例 同时有超过1000人病逝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记录 英国国会将会表决是否延长封城令 直到3月31号 英国在去年12月29号单日确诊病例突破5万起后 每日的确诊病例都不少于5万以下 连续7天确诊突破5万 本月5号更突破6万 6号再次创下新高记录 达62,322起 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虽然已经宣布英格兰地区开始第三度封城 但是还需要一些时间才会看到效果 卫生部队下医院表示 政府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 医疗体系恐怕面临过大压力 医生必须被迫采行配疾治 截至目前 境内医院共有3074万名确诊病患 下医院将会通过视讯方式辩论 表决是否通过第三度封城令 直到3月31号 约翰逊表示 新变种毒株导致疫情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 政府只能重回全区封锁 但不会全面封锁到3月31号 而是通过稳定 受控 有证据支持的决定 逐步解封 中国疫苗的面世 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注入信心 目前包括印尼在内 已经有十几个国家 向中国签署购买疫苗的协议 综合外媒报道 印尼3号开始在全国34个省派发中国制药公司生产的冠病疫苗 埃及也和中国国家制药集团签订了疫苗购买协议 并紧急批准使用该疫苗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疫苗销售不只是中国成功的标志 还是全球公共卫生系统成功的标志 此前印尼巴西阿联酋和巴林发布了关于中国疫苗的声明 并且根据临床试验结果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另外菲律宾当局也证实了总统的保卫队已经接种了中国疫苗 美国媒体表示中国政府批准国药疫苗的有条件销售 将为中国疫苗在全世界大规模使用铺平道路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星期二表示 巴西已经陷入破产 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他还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已经对经济造成冲击 加上媒体大肆宣扬导致危机加剧 伯索纳罗在总统官邸向部分支持者发表谈话时表示 巴西破产了 我无能为力 我想修改所得税表 但是没有办法 当被媒体问及政府是否无意延长补贴支付期限 以帮助弱势群体缓解疫情影响时 他提到了巴西严峻的经济形势 据了解 这项补贴汇集六千万失业 没有正式工作和贫穷的民众 在最初的几个月补贴为每个月一千两百雷亚尔 但是补贴在去年的十月到十二月时减剩一半 面对国家公共账户的艰难处境 政府无法继续提供补贴 他指出 目前的形势下 要帮助巴西家庭的方法只有降低所得税 但是疫情导致国家税收减少 公共开支增加 政府无法这么做 美国时间六号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 认证本届总统的选举结果 特朗普的支持者将国会大楼的里里外外 重重包围 抗议选举不公 使得会议被迫腰斩 而且这场示威最终演变成暴力冲突 造成至少四个人死亡 五十二人被捕 目前华盛顿特区已经实施宵禁 紧急状态将会持续十五天 美国时间六号下午 一批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 在参众两院认证选举结果的时候 包围国会大楼 这也是自1812年英美战争以来 美国国会首次被占领 之后 这批示威者越过封锁线 和警员爆发冲突 场面一片混乱 警员之后立即释放瘸裂弹 驱赶人群 期间更是一度传来枪声 华盛顿警方指出 在国会大楼的冲突中 死去的四个人 当中的一名女子 是被警方开枪击中后 伤重不治 此外 警方也在共和党 以及民主党的总部 分别发现两枚炸弹 并且将它引爆 当选总统的拜登表示 威胁官员的人身安全 已经属于暴乱 他呼吁特朗普捍卫宪法 要求终止这场包围行动 大约十分钟后 特朗普通过社交平台 要求示威者散去 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 华盛顿特区之后宣布实施宵禁 并且延长公共紧急状态15天 直到拜登就职 针对美国考虑制裁 香港大规模逮捕行动仪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表示 中国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 维护自身的主权 他强调美国将为干涉 中国内政的错误行为 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以来 特朗普政府内少数反华政客 不断地上演最后疯狂 不择手段利用所剩任期 蓄意破坏中美关系 服务其个人政治私利 这种伎俩 利历史潮流而动 违背两国人民友好名义 必将遭到历史的惩罚 我们敦促美方 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方利益 破坏中美关系的言行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力 美方必将为其错误行为 付出沉重代价 据报道 香港国安处人员 星期三凌晨 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逮捕超过50名民主派人士 包括一名居港美籍人权律师 关尚义 对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声明指出 他对一名美籍公民被捕一事 感到震惊 并强调美国不会容忍 对美国公民的任何拘留或骚扰 他表示 美国正在考虑 对那些参与香港50多人 被捕行动的个人及实体 实施制裁和其他限制 同时 也会针对香港驻美国 经济贸易办事处的限制措施 进行探讨 并且对破坏香港民主进程的官员 采取额外行动 每一年务实海洋垃圾而搁浅的海归 多不胜数 在印尼有一群环境保护工作者 在积极维护海滩的清洁 新闻的尾声 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是刘振业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怀疑新闻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